5月31日,三海生育政策开放,迅速登上热搜 张艺谋曾经因为超生,被罚748万 消息刚出来,他妻子陈婷就发微波抖机灵 却没想到翻车了 203年5月,一尘性男子自称是张艺谋的大舅子 曝光著名导演张艺谋超生 加上娱乐媒体的炒作,网上开始谣传 张艺谋有四个妻子,七个孩子 被网友戏称葫芦娃的爸爸 这些不时报道,加大了调查核实的难度 而张艺谋在事件曝光后一直回避 历经数月后,相关部门声称找不到张艺谋 一个名人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后来徐克探办张艺谋的照片流出 网友们直呼,相关机构办事不力 东方卫报甚至刊登了张艺谋的寻人启事 大导演不仅会拍戏,连生活都过得像电影 迫于社会舆论压力 张艺谋写妻子陈婷主动现身 表示愿意配合接受调查 为自己带来的负面影响感到抱歉 并且澄清了葫芦娃爸爸谣言 张艺谋和陈婷一共有三个孩子 分别在2001、2004、2006年出生 两人是在2011年领证结婚 所以三个孩子都属于妃婚生子 理应总重处罚 最后结果是发了748万的社会抚养费和计划外生育费 而当初曝光张艺谋超生的男子又是谁 陈婷更是坦言自己没有姓陈的兄弟 后来经调查发现 自然正是张艺谋的幕后策划陈建 陈建声称曝光是为了推动社会对于多生的看法 为了政策能更早的变化 那张艺谋还真是要好好谢谢她呢 即使张艺谋还有第四个孩子 张艺谋早年有过一段婚姻 和第一任妻子萧华的恋爱 是从学生时代开始 张艺谋由于家庭因素被要求下乡 萧华曾不顾家人劝阻陪张艺谋下乡 最后两人在1979年不顾家人反对结合在一起 萧华为张艺谋生下了女儿张默 而张艺谋也凭借多年摄影经验 在1987年第一次导演的电影《红高粱》 在这部戏里她认识了龚丽 从此走上了不归路 两人因戏生情 同样是公众人物 两人的事情自然是瞒不住 张艺谋不顾萧华的感受 坚定的选择离婚 萧华带着满腔恨意 带着女儿离开至今诞生 龚丽和张艺谋开始长达八年的恋爱 但是张艺谋始终不愿给她一个名分 张艺谋对龚丽说 结婚不就是一张纸吗 你为什么非得看中这张纸呢 可是这八年的爱情 硬是换不来这张纸 爱而不得 龚丽最后选择了放手 年仅19的陈婷成了最后的影家 两人在一起那年 陈婷才19岁 而张艺谋已经50岁 整整大了陈婷31岁 同样的没有名分 珍婷为张艺谋生下了三个孩子 直到2011年 两人才拿正结婚 真正12年的生活 珍婷不抱怨不强求 换来了想要的结果 从这一点上说 她比龚丽要聪明 即使超生的名人还有不少 还有比张艺谋罚748万更惨的 明星黄磊 她作为北电的老师 国家公职人员 被罚出超生问题 最终被罚降职和千万罚款 还有一些超生名人 通过一定的方式逃过了处罚 像孙岚小女儿在香港出生 并且一出生就加入了港籍 成功逃过了处罚 5月31日 相关部门公布信息 三海政策开放 陈婷发布微博 超前完成任务 并且配上三海生育政策来了的宣传海报 随后这条内容被张艺谋工作室转发 并配上了同样加油的表情 一副求表扬的样子 当年他们因为超生被罚了748万 但是张艺谋有一条底线还是守住了 即使面临巨额罚款 张艺谋依然坚持让子女入中国籍 没有因为钱而放弃国籍 当初的错误现在却成了倡导的政策 陈婷这样的行为也不难理解 希望自己的调侃换来网友的心疼 但还是翻车了 大部分网友都认为这个行为不妥 拿着国家政策抖机灵 实在不知道是幽默还是无知 甚至有网友直接批评陈婷 没有资格说话 当年政策不允许 那就是犯法 当初不跟着政策走 现在还出来抖机灵 当然也有人支持陈婷 认为他们一家受了委屈 现在政策放开了 也算是洗白了 更有网友调侃到 政策放开了 是不是要退款 退款是不可能退款的 自己做的事情就要负责 张艺谋已经71岁 作为国宝级导演 围绕她的话题自然少不了 这么多年话题只没有停过 好不容易消停了 陈婷的一番言论 再度让他们一家处于舆论中心 对于陈婷的言论 网友们意见不遗 观众朋友们 您怎么看呢